生肖龙,我们永远不会知道,老子不经意间说了再见,就真的不会再见了,原来世上真的没有什么是永远的。 那些说永远的人,也许下一个转角就把自己弄丢了,一份友情,离开了就淡了,一段爱情,分开了就散了。 珍惜现在所拥有的,也许下一秒,就不再属于你了。 十二帝之中十二种生肖代表的动物,只有龙是虚构的动物。 自古中国人就把龙、黄、千林、吴威成为司令,认为是最吉祥的动物。 龙具有马一样长脸,蛇一样的身躯,带上有八十一片鳞片,四只则线鸡爪,仅能在空中飞舞,又能潜水,神出鬼没,便会莫测。 而零片八十一这个树木,更具五件希望的意义,龙确实是极千万交宠于一身。 龙年书生的人,因有神龙般神秘变幻莫测的特质,所以个性令人难以捉摸,属于富有野心的梦幻家。 喜欢冒险,追求浪漫的生活,同时性情淡薄,不拘泥于世俗之间,自然而然给人一种大人物的风范。 财运,本周财运还行,容易在地产项目上而获利,利于技术上的合作,但既会任性,否则也会因此而产生破费。 爱情,周二冯红乱新桃花入宁,多遭遇冷静务实的异性,彼此容易看对眼,能够得到对方的包容。 周四冯贤持新桃花入宁,多遭遇形象气自家,略传统的异性,彼此容易看对眼,已欢正一番桃花。 事业,本周事业趁多平顺,利于业绩提升,利于技术上的合作,整体世上,受操劳,但也就会任性,否则也会带来脑心和波折。 健康,本周情绪起伏不大,但已有奔波劳碌,不利于身心健康,建议,闲暇可到又合乎的地方去调节放松,或是抽空陪陪父母家人也可以得到调节。 除龙之人性格高傲,不甘心之与人下,从小开始,他们就总是在完善自己,由于天子聪颖,因此他们能够不断超约别人。 成年后,他们仍然在不断提升自己,能成为业界的佼佼者,深受众多大公司的追捧。 这个人,他们在人脉方面能够有所突破,并利用新的资源,为自己梦的财富,且偏财上收益甚是丰厚。 鼠龙人心思细腻,喜欢帮助他人,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,善于与人合作,但不适合独自挑大梁,如果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,梦想就会照进现实。 鼠龙人忠实于自己的爱情,对另一般体贴入围,照顾的很是周全。 鼠龙男性懂得怎样去讨好女伴,鼠龙女性既有少女的憧憬和浪漫,既有成熟女性的高贵和温暗。 生肖龙在上面时,遭到赞性的影响,运势气差非常。 等到了2018下半年往后脾气开来,会有激辛来临,能够化险为宜,还会有不错的猪子率,获得猪子的赞助和辅导,在积极上更续的提高,财气旺盛,一定能赚到一道笔财产。 龙年出生的人,有志谋,又很勇敢,天生就有管理者风范,办事果断,行动迅速,乐于接受和尝试新鲜事物。 11月开始财运相当旺盛,一发不可收拾,红运当头,财运亨通,是个赚钱的好时机。 事业洽盘合作成功几率高,能够谈成不少赚钱的大生意,利润空间大,盈利不断增加,财富越来越多,涮火累累,收获满满,生效龙的人将会收获幸福。 财神不亲自来,恨恨满天飞,越是冲天,如果将机会抓住,事业发展的一帆风水。 祝愿鼠龙的朋友,财神亲自来送福快来接喜纳福,也请你们替身边鼠龙的家人和亲朋好友送上最亲切的祝福,点亮下方,并转发即可,祝福你们,喜报三元,吉祥如意,招特内福,身体健康,万事大吉。 古人有一种说法,十二生肖对应十二地之,鼠,牛虎屠,龙蛇嘛,羊猴鸡狗猪对应,资丑一茂成吉,五位生有虚害这个想必很多人都知道,但百分之九十九人,都不知道的一个自古以来都存在的秘密。 人的气运本有胜衰之别,即使是同一个人,在不同的时节里,也常能感到运途疏异之处,人们在面对这许多不可知的命述时,王老显得茫然,无助,但你可知道每个人先天上,都有一位守护神默默的护佑你,所生之日与有缘之佛结缘,被称为守护神或本命佛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